H bar G 那這種情況下 打下去剛好正正的打到它又沒牌回來 這種情況下顯得很少 有但是很少對不對 打下去就進來是H bar G 出去是負H bar G 這有交流的但是又多 對不對還是有 那到這個情況下呢 都是斜斜的 所以呢 我們的requation 在這個周期性能心合理 必須符合這樣子 它才能夠怎樣 才能夠動量手衡 也符合selection loop 好 所以呢 我們的整個系統呢 它的動量必須嚴格遵守 動量手衡定律的 這是一個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也沒這麼好說的啦 對不對 那打下去K-gram也添加G 如果都是這樣的話 那就是不好玩啦 對不對 好 那怎麼樣才能夠有好玩的情況呢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講的所有情況 拿下面K 然後呢 反射出來K-gram 然後中間插了整數 變成金額的G 這是所謂的彈性 散射的一個情況 所有的這個 這個K-gram變成K加G呢 它唯一變化是它的方向 而沒有變化它的量子 但是呢 有些情況 你的展色就是非彈性的喔 什麼叫非彈性的 非彈性的就是說 我打下去的時候 我能量不見了 好 能量不見了總有一個去處吧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呢 我變成K-by 加K-0 K加G 好 再好幾個K 這兩個是小K 這是大K 小K代表是 入色的 這是出色的光 這是入色的光 G是金額相量 那多出來這個大K什麼呢 多出來這個大K就是 我入色的光 損失一部分的能量 變成了什麼 裡頭的升值 我就多出了一個升值 那多出了一個升值之後呢 我出來的這個光呢 我能量的變差 我不只是量方向改變了 我畫一張式力圖 來 我們前面講的彈琴產色K-良 甚麼 比 michelle K加G 他所對應到情況是怎麼樣呢 今天我的這個光 然後画下去 然後拉下去 建設性干涉 我們入色是k 出色是k prime 對不對 打過來出去光 那不一定要干涉啦 這樣只講彈性閃射而已 k prime 你可以下去 你改變的方向 為什麼改變的方向 其實是因為就像你改變的方向 對不對 好 現在是另外一個例子 我的k prime 加上大k k的ok 我這樣寫 等於k加g 這就是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一個光進來 一個光是進來 然後呢 我出去 那我出去的這個光呢 我可能進來的能量是k 對不對 出圈的方向是nip 減βn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 我這樣散 這樣散生出去對不對 那我發現我這裡有跑出一個生子出來了 那我這裡頭這個生子的能量 是什麼東西 H8DH6 對不對 得到這個情況 那所以我就是產生了 在這裡頭就是產生一個生子 產生生生子 那這種產生生子就是你們在量度裡頭 你會有這個 AD個 有看到這東西 有看到這東西 有兩個嘛 pahelium跟bentilium嘛 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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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生子對不對 創 這個叫什麼 一個淹念 一個生生子 一個淹念子 有沒有看到這東西 沒有 還沒教到是不是 還沒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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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你們量度應該會不會教到這個 因為以前那些力量的方向是一個物體 既不產生也不創造 這個物體在移動或是在能量或是在空間中 他選這時候當然是啦 對不對 可是量子也還有另外一個情況 假設我一直會生成 或者一直會淹滅的話 如果會生成會淹滅的話 就這個因子 那就需要用這個東西來表示 生成跟淹滅 好 沒關係 沒有就算了 那 所以呢 我們今天 一個東西打下去之後 我的k run 加k 加k 加g 這樣子還是要維持動量守門 其實這時候你要想到這裡有k run 他能量跟別人來殺了 好 所以呢 有一個身子在這種情況下 被創造出來了 或者是我k 能到這邊 我可能創造有點吸收啊 對不對 本來以後身子震的好好的對不對 我抽走他一點能量也可以嘛 我不一定要給你能量 我也可以抽走一些能量 可能打下去的時候 剛好身子撞過來 我能量給他的 所以我有這樣的情況 我可能會得到能量 我也不能失去能量 所以我可能是k run 小k加大k加g 好 那所以呢 不管是這一個啦 或者是這一個啦 都是由本來的彈性產生所衍生出來的 好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事實上 其實k寫什麼 其實你不然寫這邊 我寫這邊 這邊就寫正負k嘛 對不對 可以寫正負k 就是彈性產生 我可以多什麼樣的就是 你看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講 這個深質的非彈性產生的過程 好 看看各位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提 沒有喔 好 OK 那我們深質的這個 這個非彈性產生 我們可以由深質的所謂射閃關係式來看 那通常呢 這個 這個 深質的非彈性產生的 我們可以用空子去做啦 因為 光是電子 他們的能量都太高了 光子通常就能量 光子能量 通常 12400 除上什麼呢 你的波長 你說我可見包包包吃白 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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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 3.1個EB 這三分是EB 比如說像可見光 這個能量就很高啦 對不對 電子 電子 通常我們常常在做電子型文件那些電子 能量大概 10級的EB 一直到 200EB 電子 這些能量都太高了 這些能量太高 為什麼太高 深質 我們一般都採的這個深質 在室溫下它有這個深質 能量大概1小mEB 如果 深質的能量是幾個EB 就已經可以發可見光了 對不對 變成這樣子的話 電子都會飛出來的 所以深質的能量 你絕對不是真的等級 你想一下就知道了 對不對 它有這樣的能量可以發光的 而且可見光 就是那個是5 risk 這樣子的話呢 到處電子就噴出來 哇 這恐怖欸 電子可以從減多東西 這個能量 所以 一般都是mE 就是我們熱的能量先您幾發門 小mE 那 中指 中指 雖然是地質 中指能怎麼樣 可以控制在小mE 所以通常那種實驗是用中子產生的一座 好 所以中子呢 他可以看到這個金額 可以跟這個合格去做交互作用 他直接撞到原子核啦 撞到電子核 然後電子的質量太輕了 對不對 撞原子核 原子核的質量是電子的幾倍啊 一顆多少倍 1837倍嘛 對不對 大一個於1837倍嘛 是不是 所以呢這個撞原子核比較有用啦 撞電子核 那中子不會撞到電子嘛 對不對 因為中子沒有電池 沒有電信嘛 看不到電子 他可以看到原子核 好 所以呢中子可以撞到他 那中子核撞到他之後呢 我們有注射中子核的動量 兩側進去的動量 跟兩側出來的動量 我就知道他是什麼事情 我就知道說 到底裡頭有沒有吸收那個這個大K 吸收那個繩子 或者發射一個繩子 因為呢我們必須要遵守 動量手跟能量手的兩件事情 好 好 那所以呢 我們知道 假設K是正號的話 表示怎樣 表示我在裡頭創造一個繩子 如果是負號的話呢 表示裡頭吸收一個繩子 就是中子能量減少 就是被吸收一個繩子嘛 對不對 中子能量多的話 表達裡頭創造一個繩子 OK 好 所以呢 這個G跟K呢 在升值的這個理論裡頭 他都必須要在第一步的領域區之內 對不對 超過一個繩子的位置 好 那這是動量的部分 那能量的部分呢 能量的動能可以看到 我們注射中子的動能 是2m n就是中子的質量 2m就是0方 就是中子的質量 那今天呢 這個p呢 是我們h bar k 對不對 是由我們這個 這個擴向量所得出來的 那k呢 是什麼 k是中子的擴向量 那把它看進去以後 我們可以知道說 是什麼 中子 就是中子的 他的動能 是2m 分子h bar k0方 好 那我們用這個式子 可以來畫 我們先得到 omega跟k的圖 首先我們知道的是 來我們的 這個產生中子的能量是 h bar 平方 抱歉 這是k3平方 換不見了 這是k3平方 2n 所以我們有一個能量所得 是2m的h bar 平方 k平方 2m的h 平方 k3平方 加減h bar 好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所產生的 什麼 假設有產生生 生殖在裡面的話 那因此呢 你就有k 對omega的 射三關係 你就有k 入色的k 跟 最後的omega 有沒有什麼樣的關係 好 那h bar 我們剛剛是 產生生殖的這個分量啊 好 那再用我們前面的這個動量所 k加均連 k1加k 還有這個式子 這兩個式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分析 今天 在一個經理系統裡頭 到底有沒有吸收一個生殖 有沒有產生一個生殖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圖 看這個實驗殼 下面這個地方呢 你看從0到 這是100 這是100 例如這個是0到2分之2分之1 0 或是0到2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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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也就是說 這張圖 它沿著k方向是哪 哪個方向 沿著a軸的方向 對不對 像這樣圖是沿著什麼呢 A B 那個平面上面的方向 這個呢 沿著對角線的方向 所以你看 0 0 1 1 1 0跟 1 1 1 這三個方向 所以這三個代表是你的K 代表是你的K 好 那這邊呢 這邊是frequency frequency就是什麼 頻率嘛 對不對 頻率 Omega 同意什麼 2KF 所以上面這個 Omega 這其實是K 所以Omega對K的這個 這個樣的關係是假設我們從0出發 從0出發 0就是完全彈性閃射 我入色的K跟出色的K是一樣的 對不對 Omega 比0 表示什麼樣 我沒有任何能量產生什麼升值嘛 對不對 當我K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會發現K越來越大 我會產生的什麼升值的能量 就越來越多 所以這一條 這一條就是剛剛的什麼呢 剛剛的這邊 就看這邊這個獅子 他這邊這個獅子 那你沿著不同的方向 去做中止的實驗 都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都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那這個結果呢 就是這個那的結果 當然有很多東西可以做啦 那你以後這個東西就可以知道 是升值的能量、升值的能率 然後呢可以知道其他 有的沒有這個動力學 那這個是用中止設備去做這個 做這個升值的實驗 這是特別的圖啦 這是我以前在那個美國 歷史騰 歷史騰是國家標準局啦 做實驗 很簡陋 看到黃色這裡頭 裡頭就是反映一個核心 核心 然後出來這邊有一個圓形的一個小小的槍 再到這邊 所以你到核心 大概想不到我們頭 有一個圓形 就這麼遠 反映一個圓形 就這麼降臉的距離而已 然後呢 你看到這裡頭也會不會 這樣打開 然後呢 這中止樹 直接打到黃色的地方 會擋住它 那樣子也放在中間 然後做實驗的時候 中止樹 空間都一直飛過去 然後有時候 要放樣子的時候 手就伸過去 鐵圓製造一下 對不對 看會不會變成鋼鐵人 還會怎麼閃電俠之類的 是不是 好 那這個 因為客人講一定要中止來做這個實驗 有興趣來 我先這邊說 我把我帶一套之後 去做實驗 做這個東西 不會這麼恐怖 現在都已經很先進了 已經很簡陋了 好不好 好 OK 所以第四章 我們快把它上面講一下 我們身子呢 其實是一個什麼 基底震盪的一個樣子化的一個單元 那裡頭的這個 腳平率呢 能量的Stage bar 那今天呢 我們身子的K 用非彈性的周知產色 去打它 讓它產生一個身子出來 那它對的波箱量是一個K 但是這個K的產生要 給我們我們的選擇率 波箱量選擇率 好 那所以我可以變成K-Ride K加大K加G 那大K就整個這個身子 好 那所有的這個彈性波 這個波箱量來表示 但是這個波箱量 可超微度的影響的話 你可以把它扣掉 用什麼A分子拍 A分子拍 扣回來 讓它在P一個部的影響之內 好 今天呢我們的身子 假設我們新的一個Firmedity 是要有P一個原子的話 那 我總共會有三個 生平支的身子 以及3P-3的光明支的身子 好 那這就是我們這個第四章 好 那 那